地关众人本以为十号击退安兰迎来了久违的和平 结果不朽之王无伤又将临到了边荒战场 书接上回 当十号眼睁睁地看着安兰带着罪州退回那片秩序之海后 他变得彻底疯狂起来 有一股悲愤的情绪在喷勃 爆发而出 虽然他的力量已经衰退了不少 但还能与不朽之王勉强一战 他大喝道一声 安兰拿命来 他一剑斩出 劈开红色的汪洋 想要截住安兰将罪州夺回来 然而漫天神恋交织 十号才刚一接近就遭到了反噬 并大口咳血 他虽然成功展开了天渊看到了安兰的背影 却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于陀和安兰健壮全力出手反击 那武装不朽法指也浩荡出无上威压 砰的一声 十号被阵飞出去 遭到了极为严重的创伤 十号怒吼着 不甘心就此放走安兰 他拼尽全力 熊熊符文鲜光燃烧 将他淹没其中 另外两位强者也分别驾驭谷顶和宝塔 祭出盖世法力 这一刻十号仿佛化作一尊无敌的魔神 又一次冲向红色汪洋 然而异域方向也传来了低吼声 几大不朽之王隔着遥远的距离 发出震天汉地之威 那武装法指上的烙印全被激活并碎掉 这将是最终一击 顷刻间天渊巨阵 爆发出巨大的法力风暴 远超以往 无论是地关还是异域大军那里 都看不清战场中央发生了什么 这最后的一击宛如开天辟地 万物模糊 混沌气扩散整个边框 也不知过了多久 十号站在天渊前 浑身是血 摇摇欲坠 那一滴血的战力已经锐减到了谷底 另外两大强者的身影也都模糊不清 十号情绪剧烈波动 忍不住仰天长笑 空有一身绝尸法力 却连自己的红颜都没有保住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连同罪周 一起被安兰抓走 异域方向的安兰 似乎也是察觉到了十号的他画自在法已经失效 便再次探出大手 要横穿天渊镇压十号 然而原始地城碎片飞舞 伴随着一道盘坐的身影 在那里送金而后炸开 安兰大口壳血 那条手臂瞬间化为枯骨 他急忙收了回来 十号从悲伤中惊醒 他看向远方那暴碎的原始地城 意识到唯一存活的那位七王也已经陨落了 是他引爆了此地 让天渊彻底炸开 才成功完成了最后的镇压 城墙上那群孩子嚎啕大哭 生养他们的古城毁掉了 亲人全部战死了 城在人在 城王人王 七王的后人们做到了他们的承诺 全都魂归战场 十号望着眼前的一切收起了伤感 目光变得冷冽起来 火丧林的远去原始地城的毁灭 并没有让他消沉 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 他暗自发誓一定要变得更强 要一盏昆蓬之志 随后十号便向地关走去 他一个亮腔险下跌倒 身体无比虚弱 不久前与安兰的大战 虽然动用了他画自在法 借助了他人的战力 但还是有种虚脱感 其实此刻十号也在思考 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秘法 竟然画来他人战力 演绎在当时 简直不可理解 伴随着吃的一声 地关上落下光幕 将十号带进了城中 一大群年轻人将十号围住 纷纷赞叹十号这一战有多逆天 竟然可以做到抗衡不朽之王 这足以称得上是金氏大功勋 这一刻地关内一片沸腾 非常热闹 可十号仍然无比担忧 因为他虽然短暂阻挡住了抑郁生灵 可大祸迟早有一天还会到来 他又看到了原始地城内的那群孩子 他们全都在大哭 为亲人的死去伤心欲绝 十号走过去摸着这些孩子的头 并说道 不要哭 以后我便是你们的亲人 在下界有一处叫做石村的净土 那里便是你们的家 轻易文言问道 你准备回下界吗 十号回应道 已经有些疲倦了 我想回家了 这一战结束后 我要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 也的确如此 十号非常疲倦 不管是肉身还有心理上的 自从走出大荒后 他一路涌闯 经历了太多 很想回到那个充满欢声笑语的石村 十号收起悲伤的心绪 尽量露出笑颜 一个个抱起那些孩子 因为他们才是这次战争最可怜的 他对这些孩子说道 不要悲伤 跟我一起回家 等到有朝一日你们强大起来后 我便会带你们去长安婪 为亲人报仇血恨 我会带领你们走向最为极致的辉煌 城墙上不少人文言一愣 在十号的带领下 醉血一脉或许真的可以崛起 这也让不少家族感到心神不宁 因为他们都曾参与过一些事情 然而就在地关众人以为 可以迎来短暂的和平时 天渊那边再次巨阵 有一杆古朴的战己力辟天渊 要将其展开 那绝对又是不朽之王在出击 否则怎会有如此恐怖的力量 许多人从头梁到脚 天渊难道都不能阻挡他们的脚步了吗 要知道伴随着原始地城报岁 唯一的封王者化成光羽融入天渊后 那种力量就更加惊人了 天渊已经成为了一处境地 不久前 安兰在那里驻足的刹那手臂 便化为了枯骨 并且天渊的力量是持续的 数百年都不足以逆转 可以深深威胁不朽之王 有人颤声说到 天渊已成 已经被完全激活 规则可以侵蚀不朽之王 他们为何还要以身犯险 有老辈人物看到那敢战己后 回应道 此人应该是传说中的那位盖世强者无伤 关于这位不朽之王有着太多的传说 哪怕在抑郁也是让人畏惧 因为他实在太强大了 据说比安兰等人还要高出半倍 地位尊崇 他历经不止一个纪元 法力盖世 是个真正无匹的人物 西越先古一战 他是一个打破平衡的杀戮者 因为无伤拥有法力免疫 万法不侵的神通 他的名气实在太大了 盛名震动古今 到了一定层次全都知晓他的辉煌 毕竟那种神通太过霸道 那便是他傲人的资本 无人可与之争放